嗨 朋友们 我现在在埃及跟利比亚边境的一个沙漠里面 就是小镇 今天天气不太好 把房东就死不死来看我 刚还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好好玩 这是卖东西 卖完回去了吗 还这么停下来让我拍照 哇 酷 拍一下 谢谢 电话 电话 我叫一人 我叫一人 我没有明白 我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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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这个大夫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手机给他了 我用啥 现在也准备去镇上城堡 它就在镇中心 我现在算住在郊区了 看我这里的房子都很有特色 都是用泥土做的 特别古老 就特别有感觉 我怀疑这里它是不下雨的 不下雨的话 这些东西都要垮掉 都要垮掉这些房子 就像这样的房子 真的是很有特色 好吧 长点都是吃这个模糊 这个小驴好可爱 现在我就准备去老城的城堡逛一逛 我们就准备去 特别像一个迷宫耶 抓得太壮观了吧 我现在在埃及跟利比亚边境的一个沙漠里面找到一个小镇 然后呢我现在在他们镇中心有一个很老的那个就有点像遗界 就以前是这里是一个城堡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这个城堡就在他们小镇的中间 好像就说是他们小镇的人以前都是住在这个城堡里面的 然后后来就说下雨了 然后他这些城堡整个都是用泥土做的 然后就觉得不能住了才搬出去 这就是一片沙漠绿洲 那边是绿洲 有点像以前的一个广场 然后那边肯定是一口井啊什么的 然后那边肯定是一个花盆的花园 感觉这边特别像一个组广场 在哪里整大片人都是房子 好生气 这边墙都是那种就是用泥土做的 就是听说他这里本来有那个两个部落人都住在这个城堡里面 然后他们这里就是西瓦是那个沙漠里面的绿洲 所以沙漠是不下雨的 但是好像说1950年的时候就是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这里就是把这些城都毁了 然后他们才搬出去的 这真的好神奇啊 这城堡 就是特别像迷宫 真的很神奇 这座城堡 这座城堡也叫做沙漠堡 建于公元13世纪 采用当地的盐和泥土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材料 迷宫式的街巷保存完好 走起来很有意思 这像一个迷宫啊 砖来砖去的 这这个格子应该一层就是他们的房子吧 我猜他这下面就一个格子就是房子 然后以前肯定是有那个屋顶的 然后现在没有 然后现在没有 找到了一个死屋 看这里就是一个小房间 应该就是他们以前的房子 看这个泥土都是那样 这种质感的 哎 定本也好 哎 现在来到一个民宿的天台 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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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이볙經常听到这种 伊斯兰的音乐 今天是周日 好神奇 所有的店门都关了 今天是有点像沙尘暴一样的天气 现在准备回去吃房东 今天要给我准备 就这里的当地美食 现在是傍晚时候 他们好像开始要礼拜了 这是个小清真是吧 男的都来礼拜了 偷看一眼 很多男的 来找到 傍晚那个时刻还是挺好的 感觉挺美好的 刚买了一个西瓜 这么小一个 要10元左右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城市 一个特别大的 就只要不到10块钱 比这个还要便宜 这个时候真静谧 小孩在外面 哈喽 哈喽 小孩在外面 哈喽 白耍 这里面是一个 在礼拜的请进室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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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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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睡醒 还有 哇 到了 最后一地方了 嗨我是月圆 喜欢我的话 请给我点赞加关注 写个评论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